以前在一次参加公司组织户外活动上,因为用力过度把腰给弄伤了,那段时间的真的是非常痛苦,不管是睡觉还是走路,坐着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疼痛,而且活动的时候还要注意你的幅度不能太大,否则疼痛马上接踵而至。 经过这次后,就发现经常醒的会有腰部份酸痛感觉,经过此时了解说,是有可能得了腰椎肩排突出症,腰椎肩排突出在临床当中高发病症的群体在于20到40岁之间,为什么是轻壮年呢? 它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疾病的扭挫伤,像上面有讲到的这种非常的损伤,这种症状主要是出现在轻壮年这类身体中的,而中老年人的病则主要是正常的生理进程,产生的功能蜕变的一种表现。 这就好比汽车的轮胎,开的里程长浪,也走久了,也就会造成它的抹损严重。 这两种情况,也是现在腰椎肩排突出症的一个抢肩病因和多发病因,腰椎肩排突出症它的主要临床症状就是不仅会有腰部的疼痛,还会伴有一些关节部位的症状,像腿疼,关节疼这类。 通过临床调查发现,有80%的人都会有过不同程度的腰,腿疼痛,有的它没有那么严重。 这也就给大家在判断的时候制造的困难,很多严重的患者正是因为前期对于疼痛的错误理解,以为不严重就没什么问题,时间久了真正疼痛的时候,就是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。 那么应该怎么样去知道这个病情的轻重是否需要紧急救医呢? 第一除了腰部疼痛之外,是否还会有腿疼的现象? 因为它是腰突症,一个很常见,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症状表现。 通常情况下,如果还犯有腿疼的情况,那就意味着它压迫到了神经做骨神经。 这个时候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,能够改进局部炎症、中险、水肿,从而减少对神经根的压迫。 生产过程中受到严格保控,因其治愈效果好,至少会在80%以上,所以也被当地授予315层性企业。 经过大力扶持在烤煮上就可以找到,方便行动不变者。 腰椎肩排突出患者的饮食方面,也要注意,进食活血吃水的食物,既含蜜质鲜辣香脏制品,以低脂、低胆固醇、低盐、高蛋白质,丰富维生素为原则,如瘦肉、青肉、鱼虾、豆制品,新鲜蔬菜水果。 硬消化的食物,增强及体靠病能力,适当多食纤维素多的食物,以防便秘,鼓励患者多饮水,及适当粗纤维食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